大家好 欢迎来到碎碎冰的斯诺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WST经典赛的决赛 庞俊旭对阵马克塞尔比 目前塞尔比已经2比0取得了领先优势 但是这一杆的处理出现了问题 直接送了一颗带口球 庞俊旭上手的好机会 直接来要到黑球 黑球稳稳推进 庞俊旭打进决赛也是顺利刷新了 自己个人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之前的最好成绩是四强 右下方底带架杆打进以后 再次要到黑球 黑球向下的角度需要吃库 吃库来要黑球右上方的这一颗 这个角度流向上的话 可以直接往左上方去蹬 要球堆最左下方的这一颗 再吃一颗黑球 打的也是很沉稳老练 面对塞尔比并没有丢掉自己的节奏 黑球稍微向上的一点角度 看一下要不要来K球 不K球的话 下一杆也要K了 选择了直接登上来 登上来的话是球堆最右下方的这一颗 走一个红K红 可以球效果不错 让黄球和咖啡球都可以要到 黄球的话可能手不够长 要一干咖啡 两库下来 黑球上方的第二颗 目前这个球形已经看到了一根超分的希望 然后稳住 不要出现简单失误 这局就能拿下 高杆推过来继续吃黑球 小低杆拉回来走一库 K到了一颗红球 左下方底带还是可以打的 稍微大一点的角度 目前是领先了59分 台面67分 中带红球打进直接超分 好球超分了 左下方底带再打进一颗 这一局就没有悬念了 我这一杆没有打进 打进的话是领先65分 台面还59分 塞尔比肯定是要上来拼一拼的 叫两杆斯多克 先吃掉红球胜最后一颗 来做斯诺克 这一杆没有打进 目前球形来看没有太好的上手机会 直接尝试一杆翻弹 角度稍微小了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还是给塞尔比留下了一个上手的长台 我这一杆长台打进 暂时把黄球给带进带了 这样的话这局也就交代了 防守一干 塞尔比直接认输了 这样的话 黄俊逊也是及时稳住了正脚 扳回一局 比分来到了1比2 暂时把红球给带进去